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节 巴黎奥运曲终人散 据说吸取了开幕式的教训 闭幕式 过了十几稿 总算中规中矩 其中奥委会官员和运动员代表 几个人围埋一圈 吹息胜火火种这个环节 既简单 又有新意 我多欣赏 今次美国和中国在第三国 掌牌大战 金牌角得四十 打平 掌牌总数 美国略略多过中国 稍盛 拿来对照现在两个角力对比 都算准确 环球时报将香港 那两枚金牌都算中国 中国的用唱多少次国歌来定声呼 虽非全无道理 但也有少许取巧 北京官方似乎都不认可 开全球运动会 没有俄罗斯这个重要的国家参与 令人遗憾 也不能够全面准确反映当今世界格局 至于印度竟然 零金牌 只得一银五铜 排在第七十一位 印度人口全球第一 怎么都算是有些国际影响力的 这样的成绩 和它的地位完全不相配 中共领导的中国 从1984年首次参加奥运 拿到第一面金牌 到现在 可以和美国评分抽息 用了刚好四十年 而同一时间 印度的奥运成绩 一直没起息 今次更加是惨不忍睹 你说与民族性格无关 与社会制度无关 与什么有关 我今次看奥运 中学队有三个女孩 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不单只因为他们的技术八糟 更因为他们的心理素质高度 连我这个自认心如止水的老爷 都要叹为观止 第一个是跳水的泉红士 这个今年只有十七岁的小孩 十米台风后已经几年 稳定性好到无人能出其右 他就好像金庸不下那些空无城府 身怀绝技的大盒 思想绝单纯 心底无波难 他的绝世武功不是靠大脑记忆 而是靠肌肉记忆练成的 已经深入骨髓成为本能 人家比武 见招招招招招 二道首到就已经算是无忍高手了 而全红蝉和高手过招根本就不用想怎样应对 而是天马行空 心不在意 随手一挥就是杀招 有一种明心见性 佛法无边的禅意 老实说 在生活之中 我不多欣赏这样的人 因为他不吃人间烟火 和我等凡夫俗子有天然的隔壳 但是在博杀墙上 这样的人就不轮到我不敬畏 他这种管理是天生的 普通人真的学不到 如无意外 未来十年八年 应该无人可以动摇他统治十米台的地位 第二位也是跳水选手 三米版的昌瓦利 跳水是中国的优势项目 今次包揽全部八面金牌 昌瓦利是中国队主力 技术自然没有问题 今次和陈毅文拍档 拿到商人跳金牌之后 再跳单人 但是在预赛和决赛中都出现失误 搞到决赛两跳之后 排名跌落到第七八名 这个时候普通人的心 应该是啰啰乱 患得患失的 但是我见昌瓦利 松荣淡定 依然眉头舒展 嘴角含笑 完全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大将风范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样调节情绪的 总之最后两条超常发挥 排名升上第三 获得同牌 按照我的标准 他这个同牌的价值 并不在队友陈毅文的金牌之下 理由是 在逆境之中 仍然保持这么好的心态 極其难得 昌瓦利 现在已经是大戏 我看好他将来会成为更大的戏 第三位是女兵的孙荣沙 在中国现役乒乓球手之中 我最喜欢看孙荣沙打我 毛他 他技术好 心理好 令人放心 赏心悦目 当今兵坛论技术 中国赢不得日本多少 就算你说有优势 都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今次在巴黎对女 最重要的那两场 男丹的樊振东 淘汰张本智和 以及女团的金牌决赛 都是中国赢 而且过程有相似之处 那就不能够不探讨一下 原因何在 我个人认为 中国就赢了有少少的心理优势 但是 现在这个优势 未够大 最好再大一些 樊振东南丹打张本智和那一场 樊振东出场好像未睡醒一样 落手就先输两局 第一局的比分还是二比十一 很多人都打了输数 樊振东走去换了一件球衣 突然之间有如神座 连赢两局攀平 第五局樊振东又输 再陷生死一线的险境 第六局赢回 死累重生 决胜的第七局打到七比七 这个时候 张本智和心理崩溃 连失四分 樊振东笑到最后 这场波的结局 是樊振东向天摊开两手 举头望明月 张本智和蹲在那儿 低头思故乡 差别在哪里 心理素质 看过这场之后 再看女团决赛 我的心就有底了 陈梦状态不好 和黄曼玉拍档打女伤都能够险胜 等于赢了一半 到孙泳沙打第一单打 对阵平野美羽 第一局一开始 孙泳沙被人打了一比七 照计前途险恶 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认定 孙泳沙金文 如果他这局输 那接下来就是直落三局反胜 如果他这局都能够追回赢 那后面那两局就是手到拿来 为什么 很简单 平野美羽兴奋得太早 混迷得太早 也就必定消退得快去得快 果然 平野美羽 抓住七比一的优势 都保持不到最后 到十一平的时候 孙泳沙连得两分 以十三比十一赢 正如所料 跟着落来两局 孙泳沙吹呼拉扭 吃生菜那样吃 最后的黄曼沃对张本智美 情况相似 黄曼沃输了第一局 然后直落三局逆断 不过 中国队要小心 张本智美在这场比赛中 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 好过他大佬张本智和很多 这个美女才十几岁 前途一定不会太违 成就有可能超过阿哥 将来会是中国女队的敬敌 中国队以后 怎样防这个妹妹呢 或者讲得大些 怎样对付日本队呢 我认为 继续在技术上 压制他们固然重要 但是更加紧要的 是扩大自己在心理上的优势 各兵应该配备足够的心理医生 随时对运动员进行心理干预 平日训练的时候 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 提高他们的危机意识 及及时调节情绪的能力 而不是开局温柔 等到危险万分 才灵魂归位 范振公和张本智和那场 已经不单只是技术和意志的较量 而且还是斗云 任何一个偶然的意外 赖网 刹边 都可能令到你万劫不服 这样的波 观众一定说好看的 够刺激的嘛 但是范振东 你现在打的不是友谊赛表演赛 而是奥运生死战 最重要是要赢 而不是好看 体育竞技自然有赢有输 但是这么重大的比赛 应该尽力争取 赢要赢得离航离辣 而不是长时间在绝境之中 挣扎求生 靠天帮手 输要输得好好看 不是差人九条街那么远 所以我对范振东的表现不敢恭维 而对孙荣沙得深表欣赏 我希望各兵个个都练到 有如孙荣沙的老增入定境界 打顺风球能够保持冷静 预逆风球能够及时调整心态 就说知对手是谁都没有怕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讲 多谢大家 等会坦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